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人鬼恋的故事,恋爱行星。 两年前,高峰出了一场事故,丧失了所有的听力,只能靠独唇和别人沟通,他的工作是给别人送信。 一天,他在地铁上遇见了跳舞的女孩阿静,之后两个人总在各种地方遇见对方,一天中他遇见对方四次。 这么多的偶遇让他们开始注意到彼此,他们开始偷偷地对视,羞涩却又饱含暧昧。 终于在列车的神助攻下,两人来了个壁咚,阿静在离开的时候落下一个笔记本,高峰将笔记本捡了起来。 第二天,他想把笔记本还给阿静,却再也没有见到对方。 他去阿静跳舞的舞社找到了阿静的住址,当他去对方家时,却被突然出现了阿静吓得掉进泳池。 那一瞬间,他和阿静共情了,原来阿静在和他分开的那天就出了车祸,现在的阿静就是个鬼魂。 除了高峰,没有人能够看见他。因为阿静死的时候,他们在互相想念,而阿静唯一的心愿就是完成舞蹈大赛。 为了躲避鬼差,阿静跟着高峰去了他家。 第二天,高峰发现自己突然能听见了。 原来是阿静跑进了他的身体里,两个人共同使用一具身体。 阿静很想念朋友们,让高峰去舞社看看,却看到朋友们因为他的离世而情绪低落,为了帮朋友走出失去阿静的阴影,阿静决定去当朋友的舞伴。 之后,高峰带阿静去了一间朋友的酒吧,阿静在那里发现了一对鬼夫妻。 鬼夫妻跟阿静说高峰是个好人,阿静问他们为什么要留在人间。 鬼夫妻说有今生,没来世,如果一投胎就什么都没了,他们不愿意和对方分离。 阿静明白,鬼夫妻是想让他好好珍惜。 两个人在接下来的相处里越发亲密,阿静教高峰做了甜甜的提拉米苏,还教他跳舞。 而高峰的习惯也渐渐被阿静影响,原来同样的东西两个人吃是不一样的味道。 很快到了阿静的葬礼,阿静附在高峰身上去为自己送行,还去看望了妹妹。 不久,他和朋友完成了那个舞蹈比赛,很快他们就过了初神。 高兴之余,阿静和高峰去到一个游乐园,两个人在游玩的过程中感情逐渐升温。 高峰问阿静比完赛打算去哪儿,其实他是希望阿静留下来的,因为他已经爱上了阿静。 就在两人亲密时鬼差发现了阿静,幸好阿静和高峰趁乱逃走。 阿静扶着高峰回来后,发现了朋友在他家。 原来朋友在比赛时察觉到高峰很像阿静,阿静用笔在板上写字,把一切都告诉了朋友。 但他怕害了高峰,所以不想再附在他身上。 阿静去游乐园再次看到那对鬼夫妻,在鬼夫妻的说服下,阿静决定珍惜高峰。 可是很快他们再次遇见鬼差,鬼差把阿静带走了,高峰到处找不到阿静。 他想到,第一次看见阿静的鬼魂时,是在他家的游泳池。 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,却差一点被淹死在里面。 幸亏阿静的爸爸及时发现他。 昏迷中,高峰的意识来到了地狱,他在里面找到了阿静。 两个人骑着鬼差的马逃出地府,却被追上来的鬼差射中。 千军一发之际,阿静替高峰挡住了剑,鬼差被高峰和阿静所感动,决定让阿静回来完成愿望。 就这样阿静复活,回到朋友家人面前。 他和朋友一起参加了舞蹈大赛的总决赛。 可是因为之前逃跑时受的伤,跳着跳着,阿静就倒了下去。 在朋友的请求下,导师决定再给他们自己机会。 最后他们完美地完成了演出,愿望完成了,阿静必须要离开了。 高峰想和阿静一起死,但是他的今生还没结束,又怎么去到来世呢? 即便去到来世,他们也不会再遇见对方。 最后,阿静跟着鬼差离开了,人鬼恋总是让人觉得悲情。 而幸福的是,阿静和高峰遇见了对方,却都没有错过彼此。 如果有一段注定离别的感情出现在你面前,不知道你会不会像高峰一样去爱呢?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